新冠肺炎疫情 提升研修 中法官 弘越映本病衣 也就是 衛生互利保立中法病衣 也已经做好万传准备 在这原本就有24层 复合隔离白帮以外 另外 也已经准备26层 一般的隔离白帮 当时配合中法官政府 提供特殊医疗缓假处案 让缓假可以安心 现在中法官 弘越映本病衣 了解病衣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状况 中法病衣疫丢标识 一方再来做好万传的准备 另外 跟不住也都准备好 缓假进出病衣的动作也都有控制 目前的复牙隔离病房总共有24床 可以来供应这复牙隔离的病人使用 那么这次呢 我们除了开放24床的复牙隔离病房之外 我们怕疫情如果有一天 需要更多的病人住进来的话 可能不足 所以我们又在病房的7病房 我们要开放26床的一个一般隔离病房 来医病这次的疫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次都需要掛催案 中法官政府也率先宣布 将提供特殊医疗需求加催案 让民众去病医看病做治疗更加安心 我们今天开始针对我们的一些慢性病 一些急需要来医院的朋友 包括洗肾以及复健 那癌症的做化疗以及放射性治疗的一些乡亲们 那来到这边我们呢 只要跟医院的对接来就可以有这个口罩 那避免说我们的乡亲因为口罩不足而不敢来就医 他特别把医疗防疫的这些用途用在优先 所以我们这几天中央他增加口罩量之后 各医院的库存目标是要补足到20天 14天到20天的库存量 那刚才县长宣布 就是对医院里面来就医那些不方便的民众 我们估计一下县长刚才所宣布的那些对象 大概一天会增加1万6千人的民众 他来就医的时候可以增加他的方便性 那这边我们今天就会开始来实施 中华北医疫情进一步几次 中华北医冰凶时就是中区疫苗中心 所以付阿家在北方都维护了真好 不仅修理医术新冠疫苗的环架 也都已经没事情出来了 就中华新闻中心念报信财忽报道 езде 亚看